作词 李宗盛 毕竟回想 难免徒增感伤 请叹息 我们那些好时光 夜未央繁星落眼光 是一段柔软的光芒 天晴朗好疯狂 若你不在身旁 难上苍穹又怎样 穿过空港将寂寞环扬 光阴双架笔吹了泪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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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天堂 还有河东酒 香桂酒 珍珠泉 梨花春 若夏春 这些酒的名字可真好听 我从来都没听过呢 那你平时喜欢喝哪些酒 我没喝过酒 不会吧 你没有喝过酒 那今日你生辰 我们一定要好好喝个痛快 走 米罗 不渴 她生辰 我免费请她喝酒 有何不渴 她跟你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她没喝过酒 正是因为没喝过酒才要喝呀 女人没有喝醉过 就不会清醒地活着 没关系 我可以喝 好 走 好喝 好喝 永宁 这酒很烈的 你别别别别喝了 你别喝了 干杯 干什么杯呀 阿渡 拿过去 干杯 干杯 永宁 好 我是一只小兔子 小兔子 我要把自己给关起来 永宁 小兔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咱们学过东西了 永宁 我回去了 好啊 起来起来 我们回来了 快来 我不是小兔子 我是一只鸟 一只鸟 一只鸟 我的鸟 干吗呀 不是鸟 有犁 voud回 草 我干吗呀 永宁 我们走 回 Partners еро nos 快点快点 热主钟 我们河一走 永宁 decrease 慢慢点 晚点 臾阿 先生 你可以 别非了 facebook 特顾 不是鸟 伯营 抹眼 可是鸟 伯营 快下来 娘 快快下来呀 我是 我 所以 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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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杯 标明月 对影成三人 人生得以虚尽欢 莫是今尊空对月 月 月 有娘 下月就是什么来着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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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将军 我念试给你听啊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才协 此物 最相思 我 我再给你念试听啊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摇曳 今夕 其相思 慢点慢点 小康 好 我跟你说 这是我喝酒 最开心的一次 对 你开心开心 开心 小心 小康 慢点慢点 慢点啊 我不告诉 我不能告诉我 我不能告诉我 这马的头上 我斩了一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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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花 我也要花 你看 花 我 这喝醉酒太可怕了 月亮亮的花 裴将军 我 我没醉 我真的没醉 不行 我念试给你听啊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全君多采鞋 此物最相思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摇曳 尽兴其相思 公主我知道了 你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米罗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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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那么漂亮呀 她怎么那么好看啊 要我说 要我说她就是 凤眼半弯藏琥珀 静春异歌 点音套 柳妖春风过 白鸟随香走 笑眼如花寨 雲音婉转流 脚下倩兮 眉目盼兮 因醉了 梅将军 太子妃 你总算回来了 请太子妃赐婢子死罪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快起来吧 太子妃 明日是赵良帝生辰 你千万别忘了准备个礼物送过去 我已经给她准备了 你明天记得叫我 太子妃 你等一下 快 给太子妃书醒 是 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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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吩咐御膳房去做碗长寿面 一会儿就给赵良帝送过去 就说是太子妃特意让御膳房做的 是 是 良帝 太子妃也太不把您当回事了 您这深沉一年就过一次 他一碗长寿面就给您打发了 我看呀 他八成就是嫉妒您 嫉妒太子殿下独宠您一人 端着他太子妃的架子 奚落您 要不这面 您还是别吃了 我这又给您倒了去 不 既然是太子妃赏的 我一定要吃 而且 还要好好地吃 干什么 找什么呢 我找你藏的东西 什么东西 给我 这什么东西 用你管 给我 肯定就是你害人的东西吧 这是我过两天要给别人 做护身手串用的 过两天就要给人家了 少一刻我为你试问 你还坐得住啊 我为什么坐不住啊 赵良帝吃了你让人送过去的寿面 现在上途下心 这事你怎么解释 我什么时候找人给他送过面啊 敢做不敢认是吧 我没做过为什么要认啊 我们西州女子向来行得坦荡 倒是你啊 不去问清楚事实 不去安慰你的赵良帝 跑我这里来不分七红皂白的兴师问罪 你这脑子也配当太子啊 你现在敢这么跟我说话吗 信不信我废了你啊 废了我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恕罪 这不关太子妃的事 是 是 那碗长寿面是婢子前人送去的 但婢子真的没有在里面做什么手脚 婢子就是想 今日是赵良帝生辰 太子妃若不赏赐点什么 似乎 似乎有点 但 但太子妃高卧未醒 婢子就擅自做主 命人送了碗长寿面去 但我没有想到赵良帝吃了会上吐下谢 婢子绝对不会伤害赵良帝 这事我会好好查清楚 都怪婢子擅自做主 请太子妃赐婢婢子死罪 既然我们没做手脚 她拉肚子就不关我们的事 永娘 别老什么死罪活罪的 快起来吧 归这么半天我看着都累 太子妃 那个字是忌讳不能提的 殿下 这寿面的事如何处置啊 这个寿面 是太子妃店里的掌事宫女永娘 做主送去的 这个永娘之前是太奶奶身边的人 不会做这样下作的事 是 可现在这东宫 就只有太子妃和赵良帝两位娘娘 会有谁 想去害赵良帝呢 我虽然不愿意相信 却只怕瑟瑟自作聪明 贼喊作贼 这个赵良帝 还真是敢贼喊捉贼呀 确实 赵良帝自己倒了一出戏 可太子殿下去信以为真 又跑到太子妃殿里 大闹了一场 被太子妃气得够呛 还扬言要废了太子妃呢 如此拙劣的伎俩 也瞒得过太子 是太子殿下太过宠爱赵良帝了 才一夜障目的 这个赵良帝始终是个祸害 只怕太子殿下以后 只认得他不认得娘娘您了 娘娘还是要尽早做打算才是啊 婿娘的事情都安排妥了吗 都安排妥了 这赵良帝也真够倒霉的 我应该去看看他 上次给他买的礼物啊 还没来得及送给他呢 你傻呀 就是因为他你才会被五哥骂 你还去看他 还送他东西 这不关他的事 是李承鄞不讲理 再说了他现在身子这么虚 我也理应去看看他 你还去看他 万一他再有个什么事 五哥又该怪罪你了 他怎么讲是他的事 我们西州女子向来行为坦荡 行得都安做得正 怕他干什么 出牌啊 两弟太子妃来了 太子妃不会是发现了什么 来兴师问罪的吧 先别慌 我们先出去看一下 太绝君来做什么 瑟瑟见过姐姐 瑟瑟身子胃好 神色有些憔悴 对 不和礼仪之处 还请姐姐见谅 我们两个之间不用那么讲究 快坐下 我这次来呢 是特地给你准备了生辰礼物 快看看 上次都怪那个李承鄞 把我给气糊涂了 我都忘了给你了 好 喜欢吗 这石头真的是很别致啊 这是我们西州的孔雀石 虽然说不值几个钱吧 但是在中原还是很稀有的 瑟瑟谢过姐姐 你身子现在还没痊愈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兴许是我自己吃错了东西 不过我相信 这一定与姐姐的那碗长寿面无关 你相信我就好 不像那个李承鄞 不分青红灶把就怪到我头上 你好好休息啊 姐姐请留步 还记得姐姐上次问我狼牙的事吗 那可能不是我的狼牙 可能我看错了吧 是不是只有看过了才知道 锦儿去把我的狼牙拿来 去拿 是 是 是 人 这是我的狼牙 怎么会在你这里的 其实 这狼牙是太子殿下 给我的定情信物 李承鄞 我不知道这个狼牙 是姐姐的 不过 既然是太子殿下给我的 我若在假手送给姐姐 怕是有些不妥 既然如此 那你就先拿着吧 我先走了 两弟 您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呀 我必须要搞清楚 他和殿下一切 究竟是什么关系 来 太子妃 喝粥 太子妃 这是你做的呀 对呀 你还有这样的手艺呀 我们宫里掌藏的女官 都没有你做得这么精巧 别的我不会 但要说做这个 在西州我说是第二 没人敢说是第一 我们中原的姑娘 做的都是女工针线 就没有人会做这个的 在西州啊 女孩子出嫁前 一定要编织一条腰带 作为定情信物 所以西州的女孩子呢 哪怕不会做女工 也一定要学会 怎么亲手编织朱串 做这个好 做这个好 太子殿下一定会喜欢的 他喜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太子妃 不是做给太子殿下的 我做这个呢 是要送给我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见过太子妃 裴将军 谢谢你那天 在东市救了我和阿渡 末将从未在宫外 见过太子妃 我懂 不过我们西州的女子 从来不会平白无辜 受人恩惠的 我特意给你做了一个护身符 保你平安 末将保护太子妃 是职责所在 请太子妃收回 你一定要收下 不 我不能收 收下 太子妃 还你 殿下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我的东宫 我在这里很奇怪吗 倒是你 身为太子妃 不好好在承恩殿待着 跑这里来干什么 这里也是我的东宫 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李少傅还等着呢 还不快走 是 慢着 我有事要问你 什么事 赵素素那个狼牙 是不是你给她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问你是不是 你先回答我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个狼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是我的狼牙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 那是我阿翁送给我的 是他杀狼王的善利品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从小带着他 怎么会认错呢 那狼牙 是我收拾从西境 带回来的东西的时候 发现的 瑟瑟喜欢 我就随手送它了 随手 我的东西你凭什么 随手送给别人 我又不知道那是你的东西 行了 我自有主张 走 自有主张 你倒是还不还我呀 唉 我帮你吧 这么多碗 得刷到什么时候 我帮你吧 你没分隔 原来他做这个 是送给你的 这货啊 自己带着还不太好解呢 这么晚来找我 伯后只是为了炫耀吧 今天 太子妃问殿下狼牙的事了 狼牙 殿下也不知道这狼牙从何而来 她就把这狼牙送给了赵良娣 太子妃看见狼牙 戴在赵良娣身上 就去问殿下 这狼牙从何而来 殿下怎么说 殿下说是从西境带回来的 一堆物品当中发现的 我是担心 这狼牙会不会让他俩想起什么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小枫最近也很古怪 这几次出宫 他都故意避着我 上次还去了医馆 应该是去寻找 恢复记忆的方法 难道他隐约已经想起了什么 这可如何是好 既然殿下和小枫 对狼牙之事已经起疑 既然殿下和小枫 那我们就去给他们一个 合理的解释 让他们不要继续往下下猜 我不会撒谎 好 我交了你 殿下 您从西境带回来的东西 都在这里了 殿下 尔赵 有什么事吗 好 上次太子妃问及您 关于那枚狼牙 其实 你知道那个狼牙 是怎么来的 那枚狼牙 是末将在西境归来的途中 在营帐外捡的 我本以为 那是您在丹蚩的战利品 便随手放在了您营帐当中 没想到 会引起您和太子妃的争执 不如 我去跟太子妃解释解释 不必了 我的意思是 我会跟她解释 您不用麻烦 好 十岩 把这些先收过去 是 将军 何事 万年县令派人来禀 有两个羽林卫摊上了官司 请您过去一趟 可属下刚刚查过 羽林卫中并无这二人 想必是有人冒充羽林卫 妄图躲过官司 这事你自己去办就行了 是 等等 将军 你可知道 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其中有一个叫 周西 你们 这是 人耶 怎么回事啊 这不会想骗子啊 才是骗子啊 这个啊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有什么骗子啊 上身 上身 怎么不见不见 真是老大王爷 搞得翻怎么着的 怎么能七个儿子呢 怎么回事啊 真是谁啊 真是神是呀 真是神是神 这个啊 一定是神是神啊 什么样的人都用疼 惊动大人 实在是万不得已 我听说我的人 把一个无辜小孩给推下水 我自然要来看一看 确有此事 将军请上座 来 这是万年现阳 你还是继续断案 我在旁听着就好 是是 还愣着干什么 快给将军看座呀 将军请 好 原告何人 以何为业啊 大人 小的姓贾 我们一家四口 就住运河边上 以打鱼为胜 你告何事 大人 今时 我们夫妻二人正收拾鱼网呢 街坊突然跑来告诉我们 说我儿子落水了 我们赶紧跑过去一看 我儿子全身湿漉漉的 躺在地上 愣得直发抖啊 我问他 你为何落水啊 他跟我说 他只是不小心 撞了这位公子一下 这位公子 就把我儿子给推到水里了呀 大人 我 现在天气这么冷 可怜我的儿子 已经冻得 只剩下半条命了呀大人 躺下小儿 是谁 把你推到河里的 就是他 我是救你们的呀 你们不是掉到水里 我不是去救你们 什么时候推了呀 周夕 本官问你 你实不实水性啊 不是 你不实水性 却要下河救他 要不是你把他推入河中 你怎么会舍命去救他 救人之际 哪想得了那么多呀 他落水了 我当然第一时间救他了 那你们俩又是怎么上来的 我 我兄弟会谁呀 我之前落水他救过我 他特地学的 一派胡言 人本自私 最为惜命 你与他又素不相识 你又不是水性 你去救他 你不是心虚是什么 如果心虚 必是你把他推入水中 我 原来你就是这么多案的呀 这 裴将军 你看 这样 你先让小姑娘到后堂去 我先询问她哥哥 再让小姑娘过来 对了 给她拿些果饼吃 来人 把小女孩带走 你放在说 你的河边玩耍 这个人把你推下河 是吗 嗯 那他是推的你的背吗 是 既然是推的你的背 而你后背又没有长眼睛 那你怎么就能断定 一定是这个人 而不是别人 我 我记错了 他是从前面推我下水的 我是仰面殿下河的 好 你确定你是仰面殿下河的吗 大人 让她也到后堂去吃些果饼吧 来人 把她带下去 把那小女孩带下来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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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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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小姑娘 我问你 你是亲眼看到 那个人把你哥哥推下去的吗 就是他 好 你哥哥是在河边玩耍 然后他就把你哥哥给推下去了 是吗 那他是怎么推的呢 就那样子推的 哥哥蹲在那里 他从后头走过去 就这样把哥哥一把推下去了 那他 是推你哥哥的后背 还是推你哥哥的肩膀呢 推了我哥哥的后背 你确定是后背 不是肩膀就是后背 好 大人 这两个孩子口供不一 疑点甚多 还请大人细查 将军说得是 将军说得是 把那落水小儿给我带上来 大胆小儿 你竟敢撒谎 我没说谎 你要再不说实话 拖下去打一百大本 唯伍 是我爹爹教我的 我和妹妹自有水性好 京城假装落水 挂人去救 再一口咬地 是被人推下去的 爹爹好从中和些钱财 那他们就心甘情愿被你们骗吗 一般人都觉得小孩子不会撒谎 那些救人的呀 百口莫辩 也不愿来衙门 最后 也就自认倒霉 掏钱了事了呗 像公子您这样 非要来衙门讲尽道理的 我们也是头一回遇到 是 现下真相大白 我的部下无私救人 反倒被诬陷 为师冤枉 大人 现在事情清楚了 那我就把我的人给带回去了 请将军自辩 慢着 我还有话要说 你刚刚说 人本自私最为惜命 我不认识这小孩子 又不识水性 舍身相救是因为心虚 荒谬知己 爱护弱小救人为难 你这本是正义之道 他年纪尚小 失足落水 我难道不应该舍身相救吗 倒是你呀 这么糊涂断案 以后谁还敢舍身相救 挺身而出啊 这不让天下好心人心寒吗 对 对对对 我告诉你 今天这是真相大白了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我依然会先救人 对 救人 救人 对 好 走吧 是啊 太好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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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妃 叫我公子 好 公子 好 没见你这么穿过 每次你身上都穿一身盔甲 严肃得很 其实你这么穿挺好看的 我跟你说啊 刚才那个县令要去找你的时候 我可担心坏了 你说你也不知道我化名为周西 万一你不过来 或者找了个不明所以的人爱 那我和阿渡 岂不是又要在宫堂上打一架了 幸亏你过来了 好 我今天可算是长见识了 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父母 人心险恶 公子 以后还要多加提防 我可提防不过来 这里骗子太多了 不像我们西州人 高兴不高兴全写在脸上 你不一样啊 你是好人 你说给你添了这么多次麻烦 每次都是你替我捡来 看来一个琉璃护腕 不足以报答你 我得想想 给你找个什么别的 太子妃 保护太子妃是末将职责所在 末将无需太子妃报答 我说了我这个人是有恩必还的嘛 太子妃 您千万别再送末将东西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送你的东西你不喜欢啊 并非如此 只是 您是太子妃 我们尊卑有别 末将不敢说 我当你是朋友 你跟我探尊卑有别合适吗 可是这神宫中 并非人人都是朋友啊 谁说的 永宁是我朋友 洛西是我朋友 你也是我朋友 走啊 走啊 臣参见陛下 查得如何 这个柴木 一夜之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末将搜遍了上经 毫无踪迹 曾县 在 陪赵远出宫一趟 陛下想去哪儿 你去米罗九寺 买几坛好酒过来 就说 我这里来了非常重要的客人 明月姑娘 我让你来 陪你去哪儿 餐厨 我认证 道理 那多数人 好 官爷这次来 不是来听曲的吧 您是否还是怀疑 小女与那两人有关联 我是王妈妈带大的 我的身份来历她很清楚 您若是不信明月 大可去问王妈妈 您若是信不过我和王妈妈 可以把我抓回衙门 仔细审问 不必再次耗费时间 朕没想到 你的性格是如此的刚烈呀 明月虽身在红尘 身份卑微 却是有尊严之人 我不愿被人低看轻薄 向来只为知音者弹琴 我以为官爷这次来 是听明月弹琴的 没想到您是有公事 那就请您公事公办 不必戏弄明月 放肆 你可知道你在与何人说话 其实 我跟你只是有一面之缘 你为什么如此地信任我呢 明月虽未见过官爷容貌 但听过您的声音 明月便知 您跟那些借着听曲 别有所图的男子不一样 您的声音让明月心安 明月心想 您一定是一位 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所以 心中便生出一些期许 看来是明月多心朗 看来是明月多心朗 不该妄想有您这样的知音 我是你的知音 其实本官也确实有一些冒昧 好 我先罚三倍 大人 你先出去 去 刚才是明月不知轻重 让您扫兴了 我也要罚 原来姑娘把我 当作是你的知己 太好了 我敬你 我去 恐懒 你 东东东 你 看来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色亮 迎戏窗 前尘时 深思凉 梦又闯 却总是聚散凉茫茫 是眼眶 只盼你回望 伤 在心里结成双 忘不掉 是你的模样 回首初见 那从前向往的瞬间 抓不住 深处的 指尖 你心碎 空流泪 忍不愧 望穿水 望穿水 尽看风尘是非 时光倒回 饮下忘情一杯 若如初见 为谁 若如初见 为谁而归 月未遥 月色亮 月色亮 迎戏窗 前尘时 深思凉 没有长廊 却走失去三两茫茫 是眼眶 只盼你回望 你心碎 空有泪 忍不愧 望穿之水 今看狂尘是非 时光倒灰 饮下忘情一杯 若如初见 为谁而归 你心碎 空流泪 忍不愧 望穿之水 今看狂尘是非 时光倒灰 饮下忘情一杯 若如初见 为谁而归 若如初见 春阳辉 若如初见 春阳辉 若如初见 春阳辉 神聪明 岁月 天方 我为谁而归